喵 大家好 我是夜猫动画的风雨员木木 今天给大家讲一条线的故事 空中垂下无数根细线 尽头处聚集了不少男的女女 有的人举起手往上跳 有多则踩着梯子踮起脚 也有人安静的站在底下等待着寂 其中有一名穿着蓝绿色裙子的年轻女子 就叫她安娜吧 她踮着脚伸手抓到了一条红色的线 然后就像其他人那样被拉到天空 朝着某个方向快速的飞去 城市在安娜眼里越被越小 最终红线牵引着安娜 降落到了一片安静的森林里 她拍掉身上的露叶站起身 继续顺着红线寻找另一个镜头 没过多久 安娜就在一片空地上 找到了那个小小的身影 她卷着细线走了过去 那是个女孩 第一次见面难免有些双树 不过安娜不急不躁的想办法 让对方安定下来 陪伴她睡觉 亲自为她吃东西 女孩也从一开始都刻意回避 到完全信任安娜的怀抱 密密之中 那个红色的细线重新寄回两人身上 在她的保护下 女孩慢慢长大 学会走路 学会跑步 但无论怎么样 她们之间的红线从未解开 等到女孩更大一些的时候 安娜便牵着她去结束外面的世界 让她知道这个世界上 还有各种各样的人和事 不过这个时候 安娜也没有让女孩离开自己的身边 一直牵着或者背着 直到女孩长大成少女时 她才放任她去其他的小孩子玩耍 有的时候安娜也会参与其中 只是这时她再也不能把女孩 一直放在自己的保护圈里 任由她独自去面对这个世界 但安娜并不知道女孩在做什么 遇到什么人 发生过什么事 自从那次离开自己的保护圈后 她们再也没有见过彼此 但那条红线还戒在那人身上 可久而久之 安娜也等累了 久违的解开红线 想好休息一下 到最后 还是不安的把她攥在手里 进来后 安娜发现红线动了 用力一扯 女孩就回到自己的身边 可现在的她已经长大成人 回来也只是向安娜道别罢了 女孩再次走出这个保护圈 看着不远处抓着细线 飞向天空的人们 她转过身 把自己身上的红线 卷成一个线球 最后还给了安娜 两人又一次告别后 女孩就像当年的安娜那样 和人们一起等待 属于自己的那根细线 片鸣 是导演托里尔·科福 2017年的作品 她的丹麦诗人 曾在第79届奥斯卡金箱奖中 荣获最佳动画短片奖 而《线》这部作品的启发 是来源于导演自己 作为养父母时的经历 每个孩子都会长大 都想离开温暖的保护 独自去探索广阔未知的世界 这是每个父母 都会面临的一件事 至于那根继在两者之间的线 其实就是他们难以割舍的那份爱 因为知道自己 重要一天会目送孩子离开 所以会贪恋于细线 带来的死死温暖 人的一生不就是这样的吗 好了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